先上來 安伯 你好 珍姐好啊 OK 那就跟你講講香港大事了 其實呢 主要我都是比較關心香港現在財政的問題 我們看到現在香港 大家香港以前很有錢的嘛 現在的庫房就快乾了 你看到半年的賣地收入仙37億美金 剩下全年的一臣這樣 所以見到謝偉俊在立法會那裡都說要減開支 還說要和美國馬斯克那樣 搞個馬斯克的委員會要專程跟你減開支 你覺得香港政府會不會自然這個招數呢? 我會亂說的 當然不會啦 馬斯克那個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幫美國 特朗普叫他上台去減六萬億的公務員 就是六萬億的支出 我們美國的軍費都是八千萬億的億 一萬億都沒到 是吧?八千萬億 馬斯克會做的呢 就將四百三十八個政府 美國政府部門就減為99個 就是要減四分之三的公務聯 那就二百二十六萬 可能減剩幾十萬就算了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我想都不行 但是他叫這個馬斯克委員會 究竟他的詳情是怎樣呢? 當然都是他只是這樣說一句而已 我想他是自謝動議的嘛 出位的 白姐姐老公 這位謝偉俊先生 白謝偉俊老兄 你有沒有見過他? 你有沒有見過他? 在佔領區見過 在2014年的時候 他跑來讀這個禁制令 類似啦 沒有什麼的 他好像比較出位一些 在過去的幾個 兩三年 時時 又叫他取消《國安法》都講過 是不是變成反對派這樣? 現在沒有了民主派 竟然變了 因為他現在變了資深了 他還是不太久而已 是吧? 兩三屆嘛 竟然變了資深議員 現在就裝了事情 做了民主派的角色 他拼什麼呢? 你測試他 他是選委的 選委的 就是他不是直選的 是吧? 他不是直選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基礎的 選委就是委任而已 政府說給誰做就給誰做的 但是給誰做就給誰做 就是說以前他是西環契仔 他現在不當是 是吧? 可能他覺得都 你知道了 中聯辦的那些人士可能都不同 陌生的 那些人士已經 是吧? 他都不認識人的了 當作是最後一屆這樣做 那他未必需要的 你難道不讓他選直選呢? 是吧? 你夠膽去DQ他嗎? 我想堂堂一個這麼資深的 還是有中方關係這麼好的人 你現在知道他旁邊DQ他呢? 不讓他出去參選呢? 所以他可能出直選的 可能出直選的 就是去多謝東烈中聯辦 但誰知道呢? 現在走到這一步 連這些就是 上環中間路線的人都出來 駁回政府 我覺得這個都挺值得去思考的 那麼他講的話 其實是都對的 你看看香港是四四方法的地方 你看看香港有什麼香港特色 現在就變成大陸特色了 一帶一路也有我們份的嗎? 那是一些大力不道的 就是你客觀的說 香港是吃四方飯 現在四方都沒有飯吃 只剩下中方飯吃而已 基本上馬靠了他 你還說不要融進去 人家不讓你融進來 讓你沒得玩重大件事 是不是這麼說呢? 就是基本上你 你現在香港就是貿易夥伴 這樣 西方都是 都繼續這樣 沒有說不吃四方飯 不過就是你說 北京好 現實好 是不是? 那你現在香港的股市 那你當然想叫全世界的人來投資 那現在就只剩下一些 那些北水撐著股市 那你是不是不要呢? 就沒得不要 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 雞和蛋的問題而已 就是誰不想吃四方飯 那現在就沒有了 是吧? 那至於你說是不是融進去呢? 那其實就 你不具體說的 你都不知道他想爭什麼 是不是說 不要給那麼多香港人上去 我就贊成了 他變了本土派 不要那麼多香港人送去消費 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具體說 就是說融入 大灣區 太過融入 還有這個融入 是國家大政策 你說香港政府 那什麼意思呢? 阿超說不到事 這些東西 所以他純粹這樣 我覺得是出位而已 因為這次是最後一次 他可以正式 就是致謝動議裡面 借致謝動議去批判這個李家超這幾年 其實不是很久了 兩年而已 李家超兩年多而已 兩年判到而已 那就是講到他很不行的 是吧? 那我想我們 他的目的已達 就是令到大家記得他 如果他出席選 又可以 不是的 他好像都很有生意 有一間律師樓 是吧? 那 不過我想他是喜歡 喜歡做下議員的 很多人都喜歡的 那我想又不至於 中方不容許他 我都容許他 沒有理由容許他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我建議都挺有特色的 因為其實我上個星期四 就已經和Carven Choi 當時馬斯克 說要掌管這個美國 這個叫做校路局的事 我已經在題目那裡寫 香港政府是不是都應該先開始 學馬斯克 那就是一樣 你看美國 美國政府都要請這個世界手 幫他看數 要計一下數 要選開始 香港 你是不是都要學一下 那如果不是都是高等的 就好像你說的 全世界的經濟都不好 是不是應該請馬斯克 這麼內容的人 應該香港都有的 香港版的馬斯克才行的 是吧? 誰做呢? 請謝偉俊做 你知道馬斯克是因為他很有錢 他根本做公職 他變成他的理想 很興趣多了 是吧? 那些人就說你做總統 你將來的生意更大 那是另一回事 就是你不知道的 你可能是 就是改革得罪人 多命都沒有 分分鐘 就是其實他得罪的人太多 是吧? 可能被人揭露了 那些什麼壞事出來 這樣很多人想他死的 那這些就是改革家 有這些 覺得要做完大事 那香港哪有這些人呢? 馬斯克委員會 難道叫謝偉俊做嗎? 那他認識才行 我建議 應該請袁爸爸回來做 那袁爸爸是很了解 特朗普的 和他上下 袁爸爸正在通緝的 那你不如請羅冠聰回來 不行的嘛 這些就講得太遠了 他做生意做得成功 那他才可以將你的政府 很多人 很多人都會看數 你交給李澤巨都可以的 是不是? 他管得那個長和這麼好 他夠孤寒嘛 你加成 都很孤寒的 做生意 管將最重要管將管得緊 好東西的 他們那些做生意 你隨便買了信報 我就知道了 信報林盟子的時候 都不是特別闊老的 那些人工 但是他拿數竟然是沒有虧的 十幾年來 那你很奇怪 香港做報紙可以不虧 他還是有錢賺的 證明他最重要是看數看得好 沒錯 你不需要找 你其實可以具體講的 其實有些顧問公司跨國的 你找找他而已 那件事就行了 他是跟你組織重整架構的 他是國際級別的顧問公司 他進來跟你進駐你的機構 跟你研究一番 叫他來請他來做政府 是不是 你可能在北京 你喜歡找一些中國專家都可以 你找人做一間顧問公司 從頭把公務員看過 清理了它這樣 那我要公道些說 中聯辦不是請了一個動經濟的 那我現在來看你香港的數 中聯辦請了一個金融專材 是的 金融專材 中國版的馬斯克來幫你看數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你如果請外國勢力來 那你想想 就是國安部這麼大 還老不老呢 還用多少錢不能講的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啊 國家就沒有 不是 香港就有檢查的 其實就不是不能講的 而且是政府有審計部 就是 時時都發表報告 在哪裡用錢用多了 不對啊這樣 那當然最好就是有些民主派 有些媒體多些自由 那它都叫做 就是 了一件事的 是不是 不過你如果用香港和美國比 又不行的 因為美國它 比如它州政府 它有自己的公務員 它現在是說 剪了聯邦政府那些 那你香港就沒有的 沒有分的 但是公務員裏面 十六萬 十七萬公務員 是差不多 其實是二十年沒有加過的 人數 這個那時候已經是梁錦松 是吧 二十年前 就是因為凍結了 現在好像似乎沒有怎麼加的 當然了 你可以說 就是你可以說 有些NGO 大學那些 都要它省一些 但是其實政府負責監督他們 是吧 就是他們亂篩錢是不行的 那又有抹跌又成的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你想想 我在這邊美國住 哇 我們這裡的市長 是沒有人工的 它自己開一間餐廳 自己養自己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們這些高官多少人工 你現在就來光堂的了 這個香港的錢給你洗成這樣 那你是不是應該選人工呢 還有你馬斯克都要幫你政府去選 就是很多人要被炒才行的 都不用請馬斯克的了 就是減緊濕 我們 你記不記得 不很遠就是梁振英 楊姐開始又要加位 變成三私十三局 我們都被人擲拒 三私十一局而已 現在說十幾年前而已 現在是十五局 還加了一些副司長 副局長 是吧 政務司司長都加了一個副的 是吧 還請了一些黃元山 這些這麼貴的顧問 那類的 胡亂請了這麼多人 開了這麼多位 那這些資料全部剩下就行了 其實就是 如果你要剩下公務員 老實說公務員 就是低層那些 當然也有些蛇王 但是真的不能剩下很多 不剩下很多 總要有些人做事的 難道剩下清潔工人嗎 基層那些其實是很可憐的 你基層做事 就是最懶的 公園開門口那些 阿叔阿伯 那些其實你叫他開門口而已 你看他很懶的 但是他責任這麼多東西 是吧 去游泳池 當然有幾個人 負責看著 但是這些你省得什麼呢 省不了 是吧 沒有意思的 這些低層職位 你要剩下 剩下一些中層的 高層的 是吧 你可以剩下多少 其實香港人口不少的了 就是公務員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比例 可以研究一下 是吧 因為現在千多億 就是千多億 其實就沒有很巨型的 就是要有個方案 那他白謝偉俊都沒有長說而已 是吧 那我跟他說 你不就剩下十分之一了 公務員 就是你現在是八千多億政府 那七成是公務員工 那你現在說 比如一千億這樣 你能夠省到五百億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剩下很多人的 剩下十分之一的人 那就可以近很多了 但是這些要具體說 是吧 但是我覺得 你可能就說 那些高官雖然人工高 議員人工高 但是他們其實比例很低 因為只有幾十個人 是吧 那些沒有數 那不是這麼說的 是吧 你如果你看到 你自己大花童亂花錢 你黑薄一些基層的 一個人做兩份工 這樣是省錢的 但是是不合理的 這個社會我們講公平合理 不能夠浪費 你就浪費錢 是吧 你又不值的 那誰是KPI這些高官呢 尤其是還有國安處 那裡省了一百億的 你為什麼不收拾他呢 謝偉俊不是最威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之前說過 是吧 結束了國安法他 差不多了 不需要請 不需要搞個國安處 是吧 就是不用弄一隊這樣的人 而是沒有用的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是吧 還有哪些案要你去做呢 沒有了 人家沒事 現在就上網找哪個傻子 說了幾句話 就抓他 我們有事情要做了 其實是要做這些事情而已 那這裡你留下十個八個警察 專責上網去找哪個傻子 口癢說話 告他 夠了 一隊小小一隊 一個幫班就做了 這些工作 對不對 我做過公務員我最清楚 這些事情 是 這個年辰公署的 實際上我為什麼今天 是 很遙控的 他又不懂得隱藏自己用真名 上Facebook說話那些 就抓他 是吧 好像我們這些高手的說話 隱悔的 是吧 你煽動什麼都不會直接說的 那你又出我們不仗 我們又可以打官司 對不對 那些又不懂得 靠那些 那些 當席律師 叫他認了他 官手證 這樣 隨隨隨隨 又不是重的 坐幾個月 你現在是沒有作用的 這些就是大刀斧斧斷了 對我的形象也好 是不是 國際又happy 你忠於什麼 那你也不是什麼的 珍姐 你不要以為說 喂 事啊 沒有這回事 你只要告訴別人 我們已經沒有了國安問題 我們要充分處理了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再 我覺得香港不是很難管理 其實香港 很容易的 講一個歷史 你聽一下 珍姐 講一個歷史 你聽一下 本來當時廉政公署叫做commission 就是一個專責機構的 當時開頭的想法 因為廉署是貪污的 貪污可以從警察查的 以前貪污是在警察部的 你有沒有那個陳恩健 你知道有沒有聽過那個明星 就是那個警察裡面的反貪污部 他在九龍神寺出生的 其實可以叫警察設立一個反貪污部 就看看需要多少人 就回去他那裡給他做 就不需要特派廉政專員工處 開頭設立為什麼特派呢? 特派意思就是 做完那個事情就要結束的 其實沒有想過長遠的 因為名字都是叫特派專員工處 現在特派就永遠了 就算沒有什麼案都好 出去做宣傳、社會教育 這樣找一些意義給他 我不是說要廢了他 但是說一件事不一定要做出來 一定要永遠做下去 尤其是國安這件事 也不用整個國安處的 你根本沒什麼做 你根本花了百多億一年 養了鄧炳強 養了那一隊這樣的人 沒有什麼要做的 你說不出他做了什麼 不說都賭給你聽他那些錢怎麼用 分分鐘自己分了它 當花紅分了它 這些錢省下樓 那些武辦都做了國安部的角色 你什麼用國安部呢? 那些警察也能做的 廉署又在做 廉署又去查那些選舉舞弊 那些知悲麻利的那些 你去問人 找回人家 早幾年這些區議會選舉 有哪些單沒有報 現在是有空到這樣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社會有樣好 周圍都是自安好的 既然自安好 基本上我們是不需要那麼多 這些事情 你說那年亂了 跟著又要做個大行動 要招起香港有多少特務 有多少反中亂港的革命軍在這裡 諸如此類 現在不是什麼人都找不到 是不是? 最近是不是有個什麼? 那個屠龍小組 原來只有一個小組 革命黨要整個黨 招了幾年就招了一個小組出來 他自己發神經 那些小孩子怎麼都好 那你就說很大件事 是不是? 收了幾瓶氣油 一支槍都沒有 準備去擺槍 那類的事情 那你就在那裡大做文章 沒什麼用 美國可以拘捕所有的人 因為美國這裡拿槍是嚇法的 家裡都可以擺槍的 美國就是 這裡不是 所以我那天去採訪特朗普集會 他們一聽到我去採訪特朗普集會 那些香港的朋友就很害怕 哇 你小心點 在美國有槍的 射槍 人家怎麼知道 你買一支 買一支龐生 那就不用怕了 好處就是這樣 你有槍 我有槍 那你記者採訪危險的 有些地方記者是這樣 有槍的 明天都好像是 他們那些毒販 去做這些新聞的人 自己是有武器的 很過癮的 是不是 既然是合法擁有槍 你工作危險 你要買一支槍 黃阿新 很多小的槍 黃阿新的槍 你還懂得拿槍的 其實拿槍好像是害怕的 我小時候軍訓的時候 就已經拿過槍 我們大學的時候 八九年之後讀書 是要軍訓的 你知道嗎 是啊 你八九年讀的 那幾年 本來 之後 八九後就加上軍訓 我記得的新聞是這樣的 就是第一年要軍訓 要軍訓了 沒錯 是啊 我軍訓了10個月 但是如果那時候我讀北京大學 要軍訓一年的 所以是廣州讀大學 已經算是幸運了 但是軍訓那個一個月 都很辛苦的 我看到有些 就是 有些男生就這樣殺暈了 九十度這樣掉下去 我不 就是這樣 中國人讀書的就是散藥的 是這樣 不是藥的 不是散藥都不能讀書的 讀書不成 很多人害怕 大家站在那裡軍訓 在那裡 在那裡 在太陽 突然間 一個人就掉下去 這樣 好像 如果年輕人做這些事情 是有益的 有益的 都說很辛苦 平日沒有運動 但是事後就覺得 都叫做有機會運動一下 就是學一下運動 甚至乎可能慣了之後 就時時運動 都好的 本身我覺得沒什麼 就是你訓練一下 運動很重要 運動很重要 運動都沒什麼的 如果你又不是真的打仗 現在軍隊的名譽太差了 就算我們那時候來軍訓 我不知道是廣東省哪個部隊來的 但是那些部隊那些什麼 那些教官呢 來到這裡 就是混合一些香港 我們大學的女生 搞到亂七八糟這樣 是的 又不說 真的 所以我們都要離他們遠一點 就是他們在逛逛逛逛逛逛 就要找你出來聊聊天的了 這件事是不是 知道嗎 其實 是的 講開話題 走得遠一點了 那我們先講講 超超去秘魯一帶一路 簽了約 那就是拉美第二單 是不是可以幫助香港呢 一帶一路 就是這些國家任務力的 哦 超超 好像很開心 就是今天回來說 就是 他當然說 跟他聊天啊 這樣張宗布置就說 不過我就看到一些很不妥的東西了 對他來說 因為你知道主席跟他說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在秘魯那裡開會 那你去到別人的主導東道國 那你是不是要研究秘魯的文化 經濟啊 經濟啊 歷史啊 甚至乎 那你去到你跟秘魯的官員聊天 或者你跟其他人聊天 那你才顯示有知識嘛 對不對 那你不要看習大人 就是日理萬機啊 他竟然很熟悉啊 你看他跟李家超自己說出來的 照讀的啊 新聞 就是習近平跟李家超說 秘魯的文化 農業資源 秘魯前外講的建造運作 對航運物流供應鏈所發揮的作用和貢獻等等 就是他講了這麼多東西 李家超都 是啊就是這張照片下面 李家超當然可以 哎呀真是很有啟發 學很多東西了 整個小學生這樣 那我們習大大現在都是博士來的 果然有些讀飽書的人的習慣 去開會做足功課 是不是 竟然連秘魯的歷史 就是現在 還有他經濟會議嘛 當然是講他的那些農業 中國的農業 還有什麼講 中國的農業 秘魯的農業 我們派了幾些人去 你去到我想 習大 沒有空理李家超 到處去滿場飛跟別人聊天 那你原來真是認識一下東西的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講道給你 李家超聽 就什麼都不知道 你去開會 那你開什麼會呢 秘魯的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 就是他都不知道 前兩天訪問一家什麼工廠 那些無職 這樣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的 所以帶他出去 就失禮人 什麼都不懂 現在你 習大就告訴你 你看看我 這麼忙 管理這麼大的國家 我都有時間做好功課 其實這些做好功課 我記住 是吧 來到這裡我就周圍跟別人說 看到你都說 你聽聽秘魯有這樣的特色 為什麼這樣 而李家超就是什麼都不懂 你說是不是很失禮啊 主席也很失禮香港人 原來我們香港的特首呢 是沒有常識 沒有常識不要緊 不是什麼都懂 我整天什麼都說 整天都被人罵 這樣講錯 那樣講錯 我的功課 記性不好 諸如此類 但是我都要認真去做這件事 當然要辦事都要 我們都是啦 做節目 很多東西 即食麵都要找點吃一下 什麼都要辦識的 但是都叫做努力過嘛 李家超都不敢在那裡 就是聽主席講了十分鐘 秘魯如何如何如何 這樣 可能主席的心裡面 這個人都是沒有用的 只是做家人 他的眼神永遠都是不知想的 其實他的眼睛看著哪裡呢 你想想很奇怪的 那主席的眼睛都不是看著他的 主席都是很有趣的 經常想事情的 習大主席那個眼神 其實他好像沒有看到人的 他不太看到人的 就是不會其他 很多政客不是的 用眼神接觸的 他沒有什麼的 他都是沒有什麼的 那就是對了 兩個很合夥的 坐在那裡 兩個都是錄木的坐在那裡 那我們知道 還肯跟他聊天 下個月就見他了 又上去匯報了 一年見兩次而已 就是APEX見一次 接著就下個月又見一見 浪費幾分鐘見一見他就算了 今天你知不知道社交媒體在那裡說什麼呢 李家超就沒有人說 但是每個人都在那裡說石頭墨 就見習近平說的 石頭墨 是的 這個就很不妥的 就是這樣的表情 我們不如說一下 你看看 你看看 習近平永遠都是那個樣子 你看看 他真的沒有什麼表情 他很不開心 所以他現在爆紅了 石頭墨 這樣的表情 是對著習近平滿面的笑容 眼睛就是非常之很不妥的 這個呢 是不是特地這樣 這個人的樣子是這樣的 這個人的樣子是這樣的 但是他又懂得笑一下 也不可以 看看你怎麼看 所以今天呢 就是非常之很搞笑的 每個人都在那裡傳他 他的眼神 那我們再多看幾張照片 你有沒有一張照片不代表 好啊 那再看幾張 這一張 你有沒有感受一下 哦 又是這樣啊 黑黑臉啊 one of a kind hunting experience let the wilderness be your place 是的 這個呢 就是世界約會 有些廣告出來 走了一個廣告出來 是的 是的 挺好啊 哇 是嗎 真是沒有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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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很不妥的 我今天看到Twitter那裡 整個畫面 我看看我能否找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整個畫面呢 很不開心 這個非常之有意思的 是的 你先講一下 待會找到我再貼給大家 去講一下 說一下 如果你說秘魯呢 其實秘魯有古文明的 那些叫做阿斯特克文明 馬雅文明啊 都是在南美洲這地方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沒有了呢 因為西加尼的殖民地去呢 就殺了八成 八九成 不是啊 九十八個巴仙 就是本土的土柱 所以現在秘魯已經沒有了那些 土柱的人 把那些天花 性病傳給歐洲 都帶了過去美洲 就滅了人家 還是騙了人家那些土柱的東西 然後殺人 人家皇帝都殺了 就是說 如果你要講 殖民主義的罪惡 這些是帝國主義來的 西班牙是帝國來的 是祖的帝國來的 這些不好 就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的西方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懂得這樣跟主席說一下 我就懂這些東西 就是有讀過歷史 大陸裡面是時常講的 西方不好 或者英國人多壞 鴉片戰爭 大陸人知道這些東西 香港人不多知道 證明他們不知道這個 這些殖民主義者的可怕 是不是這麼說 是啊 沒錯 我們先找不到那個照片 那下次再講 現在去查一查 是不是講他 看習近平的臉書 好不開心 這個他現在保控 另外我們就講講 47能案件 終於等到他審 就是下個星期二 那麼就很多 其中30多人 已經被關了三年多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他們 是的 但是就開陣之前 已經出現了排隊黨 那你怎麼看這個排隊黨 可以在這個47方面出現了呢 還沒開始已經出現了 那麼他們有些什麼作用呢? 沒有什麼作用的 就是押著不給那些民主派的人去 那排隊就排隊了 一向都有的 是不是? 每次都有的 是吧? 就是等你不可以這樣 連法庭那些都是霸著的 那些記者也有問的 走去問他們 審什麼案都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 那這些笑話本來就存在了 那繼續報導 那一般人去都分別不大的 因為基本上那天是 讀出他的判刑而已 那不知道啊 我沒有法庭的 不是 我一向都不是記者嘛 就是法庭裏面 我以前是有法庭的 我做律師樓的時候 有一年兩年時間是時時去法庭 打官司的 但是你說這些這樣的意義就不大的 排隊黨的出現了 就是沒有一個人回應 排了頭位這樣 那就是這樣啦 是不是那些家人那些 就是會有個額給的 就是那些被告的家人 可以進去的 聽什麼 是啊 可能家人就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叫旁邊師 或者想去支持的人 就要付出更加的代價 才可以進去 包括這個外國領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些特權 可以給他進去 要不然他要排隊 那是不是外國領事都沒得去呢? 外國領事就未必需要進去的 他們在外面排隊拍張照 一致 就是 不時之時 那些警察案件呢 其實就是 入到就入了 入不到就在外面拍張照 是啊 他們說得不容易這樣 是啊 他們一定要想去的 他們要聽裡面發生什麼事 是的 時間差不多了 那安伯多謝你了 好 拜拜 記得點讚我的新頻道 點一下小鈴鐺就可以了 好 簡單的 好 安伯你扔了沒有? 扔了 扔了 我不會聽啊 都是沒什麼能力去聽的了 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再聽這個 修行 我一定要東京 什麼家裡 委員工